出入神明镜的云彻 竟然徒手接住了洛长生的泯龙腰刀 还虽少一指 就击败了神王进到洛长生 这怎么可能 难道 是他身上还未消散的白色劫雷在作祟 在 来啊 你 不行 他是这个变态的雷马 碰不得 有灭 你 你 强身 少打 住手啊 糟了 来不及了 不及了 是 是我咬花了吗 神地之下第一人的孤邪仙子竟然被 那那究竟是什么力量 是刚才的 纠结天道之力 他竟然驾驭了天道之力 天道之力 这些是怎么回事啊 洛长生被击败昏迷 此战 云彻胜 原来 是我打败了洛长生 我赢了 没错 你赢了 你就是本居玄神大会的封神定义 哇 封神定义 封神定义 封血界弟子 封神定义 封神定义 瘾封神定义 封血 降了 这很大 当神呢 ái 启血 Has 好 还 父 父 nessa 根 我圣语界脱不了干系 但孤邪已经重伤 还请骤天开恩 许我暂带他回去疗伤 待伤愈自会前来领罪 任凭处置 你去吧 但回来领罪就不必了 告诉骆孤邪 千年之内 休踏入我骤天界半步 云彻与骆长生之间 让人叹为观止 当入实测 至此 此届玄神大会完美落幕 云彻 骆长生 水应月 薰熙类 为此届玄神大会的风神四子 将分别得到一枚天晨玉 作为奖赏 除此之外 云彻 你既为风神第一 还将得到一份 前所未有的特殊奖励 等等 骤天神帝 千叶还有话要问 哦 云彻 你引来九重雷劫 可谓旷骨绝金 可本王有一事不明 那九重雷劫之威 若是落在本王身上 怕是本王也要化为灰烬 可你却安然无恙 不知是何原因 果然要问此事 这个 本王也有此问 怎么 是有什么我等不能知晓的秘密吗 回神帝前辈 方才的雷劫 倒不是什么秘密 而是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哦 你不知道 不敢欺瞒诸位前辈 雷劫降下时 晚辈全身重伤 已经一世模糊 根本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这 云彻为何不被雷劫所伤 各种缘由 老朽或许知晓 当真 因为此则 极无可能是天道之子 什么 天道之子 这 这是一派胡言 本王活了数万载 他从未听过什么天道之子 龙皇殿下可曾听过 龙某也从未听过 天道之子一说 但龙某一声知 天机界从妄言 还望三老赐将 天道之子 是我宗还天太祖 先去前所窥破的最后天机 我东神域 终有一天会诞生一位 沐浴九重雷劫而生的 天道之子 并终将成为真神 成为真神 真神 真神 这小子以后高盘不起啊 父王 云彻和魅英 您不再考虑下吗 对呀 魅英和云彻 我怎么忘了这一场呢 墨玉长老 这成为真神似乎 诸位若还是不信 可以关我天机界的这部圣物 这是天机神典 这神典刻印着太祖窥破的七次预言 已印其六 最终预言 即便是我们天机界 也觉得荒谬至极 哪想到九重雷劫竟在今日 九重天结线 真神重临时 没想到 还天太祖当年竟还留下如此惊世欲言 云彻 本王遇纳你入我昼天界 你意下如何 云彻 你可来我梵帝神界 就玄道而言 梵帝神界是当之无愧的东神域第一 饭天神界似乎并未完全了解本王的意思 云彻 本王不仅要纳你入昼天界 而且还要收你为亲传弟子 真是巧了 本王也正好缺一个亲传弟子 云彻 你若为本王亲传 不出百年 必为神君 我 云彻 我昼天界乃东神域最光明正道之地 你若为本王亲传 将来定有资格继承昼天之志 为东玉万生所敬仰 云彻 你的心智本王毫不关心 但若你想追求神道极致 便来我梵帝神界 因为本王便是这东神域的玄道极致 两位且安 多争无益 究竟做何选择 当由云彻自己来决定 两位神帝的错爱 晚辈惶恐万分 只是 晚辈若是为了虔诚 而背离师门和师尊 天下人 都会低视晚辈三分 只能辜负两位神帝的恩赐 静止